记者于恒新北报道,今天下午4点多,年约60多岁的老翁骑机车到连接新北市土城及树林的成林桥上,将机车停放桥边,随后朝大汗漆一跃而下,驾驶人见状下坏,向119报案,消防局货报立刻派出人车及船艇赶到场,将老翁救起。 警消货报道场时,老翁人在水面上在伏在城,消防人员游泳靠近将他救起,经初步减伤,老翁意识清楚,但身上已似因撞击水面,造成惊为红肿,目前送医观察中,老翁透露自己因为心情不好才想跳桥轻声,详细原因,警方仍在了解中。